另外一位跳脱传统框架的 还有这位修理机车的女师傅 她从18岁那一年 她就开始自己修车 也修出了兴趣 并且立志要当黑手 还去直律局上了一年的课 虽然拥有一手的好技术 但是去应征当学徒 十几家机车行 就是没有一家肯收她 或许因为她是女生 也或许是150公分的 身高是太娇小了 而一次一次的碰壁 她想干脆自己创业好了 没有资金就把住家当成工作室 虽然经常会有客人 一进门就会问说 老板在家吗 或者是怀疑她说 你真的会修车吗 她总是用专业和耐心 来化解顾客的质疑 这位超强的女黑手 想用双手来证明 只要有心竹梦 性别和身高都不会是问题 客人常常会问我的问题是 妹妹啊你那个老板在不在 或是妹妹啊师傅在不在 不然就是你女生你会修车吗 一般50公分身材瘦小又是个女孩 很难把她和黑手联想在一起 其实成一项的梦想就是当黑手 这间车行的头鸡正是她 老板我要换机油 好 除了换机油还有要做什么吗 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车后轮 后轮吗 好 空虑要不要顺便 帮你检查空虑 应该好啊 好 谁说机车行是男性天下 陈寅香的修车技术没话说 还比男师傅多一份信心 就是可以再观察看看这样子 我在她还没开这间车行之前 她是自己的一个工作室 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去找她弄 对 她是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才知道她 然后后来就是自己亲自来给她弄的时候 就发现她比较细心 爸爸住院生病 我那时候才国中一年级 接着到我是国商毕业后出来打工 那我等一下组算上去发动厅看看 确认那个意义是什么 这样子 家中居住走了 她被迫提早踏入社会养活自己 她是在18岁那年立志当黑手 那时候车子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直修不好就对了 那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契机 我才想说不然我自己试试看 对对 然后把车子修了 把自己的车子修好之后 就那个车就这样起来了 才让我联想到我爸爸 父亲生前是中医师 无法像爸爸一样帮人治病 他心想就来当个机车医生吧 妈妈的反应是 对对对她讲台语 你一把这儿子是要跟她修理的 她就这么讲 那个都男生的工作 你去跟人家学着干嘛 你应该要去剪 学像女生的工作什么的 剪头发 化妆 像学成出师在创业 他先到职讯局上一年的课 有了一记再生 以为离梦想越来越近 哪知道事与愿违 新带的秉急证照 要去外面的机车厂应征学徒 那应征 每一间应征完之后都没有消息 应征了多少间 应征了大概有十几间的 要想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生 然后又太娇小了 就是只要有举办比赛 有这个机会 我都会愿意去参加看看这样 为什么 对因为我想要证明自己 明明比赛常得奖 打败一票男性选手 到头来还是没有一间车行 肯用它 总得设法累积实务经验 他想到一招 我那时候想到一个办法 是新车服务站 那他们当时是说没有职缺 我说那没关系 我不要领薪水 你们可以让我来学吗 对对对 然后就因为这样 他们讨论完之后 决定拉一把 我那时候实习完 再去应征看看 还是一样都没有人要收 我就决定 都没有人要 我帮我自己出来 我自己出来创业好 我自己出来当老板 一次又一次被置于门外 干脆自己当老板 但身上领存款 把家里当工作室 就门口那一小瓶这样子 然后就用预约制的客人 这样子一台 修完再一台这样 工作室三年 然后存到这边 刚好是两个月的租金 一个月的押金 然后其他的设备 后面的预备机是都没有的 喂 大学生你好 啊 车子坏掉了 店面得来不易 他加倍付出 这一天附近有人 机车抛锚向他求救 他二话不说赶去现场 小姐 刚才是你打电话来说 车子坏掉吗 对啊 我车子发不动 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还好好的 好 我们来看看 9.65V 电压电瓶不足 好 小姐 那我先回去店里 那你等一下再起 回来店里换电瓶 好 我骑车骑这么久 还真的没有遇到女师傅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跟一般男生 没什么差别啊 就是也很俐落 然后检查出问题 然后就帮我排出问题 而且还比一般的男生 还细心 还是常被问老板在吗 或是你会修车吗 陈宜湘自有一套 应对办法 我问到 那个老板在不在的时候 我都会苦笑的说 老板不在 师傅不在 那你有问题问我就好了 对 然后就会开始拿工具啊 去帮他们检查车子的状况 是怎么回事 对对 然后一个一个检查 解释完之后 他们也会 哦 慢慢的改观了 总是耐心化解顾客疑虑 朋友也见识到 他有多拼 当然为了要 赶快交车给客人 对 就忙到可能家也不回 就直接睡在店里了 对 但他那时候 店里都还没装冷气 他没什么时间吃饭 然后也加上他可能 没有想到要去吃饭 他只专心在修车 他修起车来就是 什么都不管了 选择行业 他打破大家的刻板印象 连适序也是 身高再矮都阻挡不了 他的篮球梦 在国中的时候 对 有个篮球梦 那国中毕业去金融工商 去报名球队了 一百六十公分以下最终无缘进入篮球队 直到现在篮球员是他最热爱的日子之一 我一直觉得说打篮球啊 不管从事任何事情都跟性别无关 对 然后很多事情只要你热爱 你有余去克服你的热衷 你的兴趣跟梦想 就会继续往前走 我们人都会生病 他机车也是会突然骑一骑发不动 我把他当作我们是机车的医生 对 因为每一个职业都是需要被尊重的 然后也是 像现在的化妆师也越来越多男生在做啊 对啊 他已经不受限于性别了 那也就是在这个产业上 女生也是可以的 别人的标签或眼光 会成为他追梦路上的绊脚石 性别身高都不是问题 陈银香靠双手 撑起梦想